韩国警服工附近是用一千块台币去看看我们可以吃到多少间的比比登 超级是有多好吃 来已经要排队 米其林也很推 连续四年拿到米其林比比登的味道 超级目的好吃 这个是夏天的限定 我吓到耶 超级丰盛的一家 汤也是非常的浓郁 好好吃喔 光化门汤饭 肉超级的 夏天来一定要吃 好吃 它是最便宜的 爸爸 Go 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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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刻旅行要你赏充每个旅行时刻 大家好我是阿宝 大家看到我现在身穿韩服 转一个圈给大家看 就知道我现在身处韩国 没错 我现在就是在韩国的景福宫 但这一集不是要跟大家说 韩国景福宫附近有什么好玩 或是像我身穿的韩服要怎么租 而是要跟大家开箱 韩国景福宫附近 比比登餐厅有多好吃 那我们这次挑战就是用一千块的台币 去看看我们可以吃到多少间的比比登 我们就出发吧 Go 去吃第一间叫做王生开开不说 要去吃它的豆面 因为它的豆面呢 米青年也很推 所以是只有夏天才 夏天去的话一定要去吃它们的豆面 不知道会不会很多人 Go 来已经要排队 现在超早的 也不是正常吃饭时间 我前面大概排了十几个人吧 然后我手机已经没电了 我们现在已经进来 然后我们刚点了那个豆面 我就会点这个 米其林说啦 它是夏至限定 它的牛肉 这一种超级果的好吃 所以建议大家来的话可以去吃 但我们今天挑战就是一千块要吃很多间 所以我们就可以办法点 就这样 刚刚不是去穿韩国吗 然后我手机已经拍到完全没电了 现在才剩7%了 现在就是要充电 然后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 我觉得很赞耶 它还可以看到那个电量显示 那我这个有99 而且它还不用带线 是有线就可以直接充电 因为我手机壳有点厚 不然的话其实这些 这样放上面 就可以做感应的充电 我觉得超方便 像我有AirPod iPad跟手 它就是一次就可以把它充电 推推 然后如果大家想要买的话 可以在说明栏那边点他们的链子 我们的豆乳面已经上桌了 它会附两种泡菜 一种的话就是大家认知中的 那种韩国泡菜 辣的它还会有这种白泡菜 就是不会辣 要是酸 拌拌看它的豆乳面 汤底就是有花生啊 胡麻酱 对花生过敏的话就不要来吃它 一直听过豆乳面很多次 但我第一次吃 有点感到 有点紧张 觉得它其实有点奇怪的感觉 它的汤底好淡 它的汤底好淡 我们加了胡麻酱的豆浆 它是冰的 很臭它的汤底 我其实觉得有点怪 汤底真的太丑了 胡麻酱跟豆乳的味道超级重 自己平常不太吃胡麻酱 不太常喝豆浆 所以我就觉得其实没有很喜欢 这个是夏天的限定 朋友来的 他会建议大家 一碗豆浆面 然后一碗豆腐面 然后再点个牛肉 说超级味 好 好 因为它有点辣 可以加它的泡菜 它的泡菜是满脆的 我觉得泡菜蛮好吃的 一大片喔 试试看它的白泡菜 没有想象中的酸 它就是不辣的泡菜 它的汤底都不是辣的 很适合带爸爸妈妈去吃 他们比较不能吃辣 想吃的比较清单 健康一点的话 我觉得这家店蛮推荐的 好 我们要去吃下一间 现在是中午的1点左右 然后就是午餐时间 然后我本来想说 平日应该没什么人 结果超级多人排队给大家看看 然后刚刚排队的时候 前面阿姨就跟我聊天 他就问我哪里来啊 说偶尚来拍影片 他又说他来这边 已经好几十年了 他觉得他这间店最强的地方是 那么多年来的味道都不会改变 他觉得很好吃 让我超级期待的 而且他跟我说 排成这样喔 一定是算人很少的时候 我就觉得 到底是有多好吃 连平日的中午 大家都会来排队 给大家看看他们 超级多年里其林 我进去看看 我整个吓到耶 因为他刚刚拿牌的时候 他是这样 两盘这样给我 然后我就问说 你这样是一人份吗 他们说 对这样是一人份 我吓到耶 这样一人份的话 才1万1的话 蛮多的 他会给一个糊 然后里面会有糖 倒出来之后 他会有胡萝卜泥 让大家加 然后有葱可以加 然后也有哇沙子 还有海苔 超级丰盛的一盘 我觉得我应该吃不完 只能吃这样一盘 我觉得已经很强了 发现每一个人都是点这一个 所以我就觉得 它一定很好吃 刚刚我在问说 这些配料是什么的时候 阿姨 顺便帮我办好 他帮我下 两汤匙的玻璃 然后下了一汤匙的葱 然后再加了一点点的海苔 胡萝卜泥 还夹在一起 好好吃喔 很清爽 Q度是很够的 汤也是非常的容易 配在一起的话 就是很好吃 好好吃喔 一吃下去之后 会觉得 好像可以一直吃 好像有办法 吃得完 好好吃 好吃 哇呢 感觉会忍不住吃完 我很喜欢吃韩国的面 就是因为他们不管什么面 都很有嚼劲 好心 但他的餐厅门口人很多 等候的时间没有想象中那么长 大家不要被外面排队的人潮下 大家就不吃 我觉得大家要排队吃这一家 上天来一定要吃 关化门那个正门走来 才十二十三分钟而已 很近 值得 完食 下一家 刚刚那个荞麦面呢 就是韩币一万一 刷卡的显示是264块 那我们现在还剩多少 还可以吃一餐 休息一下 散步一下 再去吃第三间 比比登 我第三间的猪肉汤饭 我超级期待 因为之前在韩国 就有吃过普通的猪肉汤饭 我就觉得很好吃 我很喜欢 比比登的猪肉汤饭 有什么不一样 今天黑了 所以我现在要来吃第三间 叫做 关化门汤饭 它是超级隐秘 要走进一个小巷子之后 你要看到一大片停车场 然后你走进来就会看到它 连续四年拿到米其林 比比登的贵 所以我超级期待 一碗饭才9000多韩币而已 蛮便宜的 以比比登来说我觉得蛮便宜 应该是说连韩国的物价而言的话 我也觉得是蛮便宜的 然后我们现在要等一下 前面好一桌 它超香的 它是一上桌 我就觉得超级 它肉很好吃 肉的超级 真的 就很薄 很薄 牙口不好的那种 可能离家老人家来 或是牙齿本来好痛的那种 朋友们都可以来吃 好吃 它可以自己夹 就是很颠覆大家觉得来韩国一定会吃很多辣的东西 蛮推荐 不敢吃啦 又想要来韩国啊 的朋友 我就加了虾米精却之后 连汤都变得比较鲜甜一点 三间吃起来 我现在最喜欢的 而且它是最便宜 它才9000多韩币 感觉大家又是冲着这个来 我觉得这一家的年龄层股偏偏高 我问他们就是因为它比较清淡 然后眼睛开 上班下班都会来这边吃 到底花了多少钱 把这一三间景福宫附近的必比登吃完 我们第一间吃的豆面呢 它是312块 第二间吃的蕎麦面呢 都是264块 刚刚吃的那个猪肉汤饭呢 是228块 这样加起来是804块 居然在韩国可以用800块 就可以吃到三间必比登的餐厅 我觉得真的蛮划算 我最推荐的话会是肉汤饭 因为我自己本身就很喜欢吃猪肉汤饭 而且因为它很清淡 肉也很嫩 所以我就觉得不管是小朋友 或是老人家都会很喜欢 我们第一餐跟第二餐都是吃冷的面 然后第三餐吃热的饭的时候 就是那个对比我觉得蛮大的 所以我才会选那个猪肉汤饭 但如果大家是夏天来 然后白天很热 然后想要吃点冰冰凉凉的东西的话 就蛮推荐 草麦面跟豆面那一家 去豆面的那一家的时候 一定一定也要点他们的刀像面 真的很好吃 第二间那个草麦面真的是 几乎你进去 你一定会发现每一个都在点 所以夏天你很热的时候 一定要去吃他们草麦面 想看我们什么内容的话呢 都可以留言跟我们说喜欢 这支影片的话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 我们已经开通会员了 赶快加入我们吧 拜拜 因为我们爱着一个 岛鱼面 岛鱼面 我刚才讲很多话